蓝猫快乐剧场 小哥德小时候常要妈妈讲故事 但每次故事讲到中途都会让妈妈停下来 让自己有个想象的空间 而后她就自己叙说 不错 小哥德的这种做法 为他成为日后著名的大作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听故事大多数都是很完整的情节 其实从培养想象力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好的 我们听故事的时候可以边听边想象可能出现的情况 或者听一半自己来续玩这个故事 也许有小朋友会说要是脑袋里想不出来怎么办呢 没关系 只要我们平时多多增加头脑中的知识储存量 等到要想象的时候就不会这么难了 是啊 小朋友们 你们在看动画片的时候也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的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捐款啦 捐款啦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各位好心的人啊 在此需要我们的帮助 解除你们的爱心吧 不管捐多捐少 只要是迟到 快来捐款啊 捐款喽 嗓子都喊得快冒烟了 累是累了点 不过辛苦也值得 不就是钱嘛 有了这些钱 还怕买不到演唱会的门票嘛 哎呀 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哇 想看国际巨星轮节的演唱会 你买得起票嘛 哈哈哈 哈 敢小瞧啊 非得拿点十里出来秀秀 不做第一排我还不看呢 不过这些钱只能买看台票 还得加油咯 嗯 捐款啦 捐款啦 不管捐多捐少 只要心意到 快来捐款啦 献出你的爱心 只要忍忍 非非 怪不得非非说大话 要去看演唱会 瞧好了 演唱会我一定会去看到 你们就等着羡慕吧 想骗人募捐 碰到我淘气就别想得逞 热死了 为了栽群人民热也值得 银子又多了 银子又多了 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我得卖力一点 各位好些人士 再次需要我们的帮助 献出你们的爱心吧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時間将变成美好的人心 停下 停下 我是城管 你不知道这里不允许私自募捐吗 知道知道 知道还在这里募捐 你当我不存在吗 哪个大卫党 把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看 快点 我是卡通城明星学院 专门派来为灾区筹集善款的 筹集善款是好事 那把你们学校派你来的证明给我看看 好的 忘记带了 瞧我这记性 帅哥你就通融一下吧 这么重要的东西忘记带 不会是想以募捐名义骗钱吧 这种人我可见多了 没有证明 跟我到队里接受调查 不不不 城管先生 你看我长得像一张骗人的脸吗 我可是明星学院的学生 不信 瞧瞧我拍的片子 油腔滑掉的 我最见不得这样的人 你还是跟我走一趟吧 哼 原来城管也蛮不讲理啊 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去就去 我要见你们队长 我要告你处事不公正 哦 哇 这小子 接上城管队 那我就露馅了 就一趟吧 好吧 将你演戏的资料给我看看 好嘞 在这呢 你可要看好了 仔细看清楚咯 嗯 城管先生 这些片子可是我菲菲力尽千辛 客户学习 不耻价问 加班加点 好不容易才拍出来的 怎么样 拍得不错吧 我可是未来的国际幽默巨星啊 这下相信我了吧 哦 哈哈哈哈 你就是菲菲 我就是菲菲啊 好啊 原来你就是菲菲 好大的胆子 又在街上招摇撞骗 我 我什么时候招摇撞骗了 曾经有人举报你 在街上拉票宣传表演驾神功 啊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穿千里 连你们都知道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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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问题小子 这样吧 请你们的老师鸡大婶来一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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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哈哈哈 我知道错了 您就高抬跪手吧 呃 不行 我是真的想为灾区做点事 尽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您就饶了我吧 下次我不会鲁猛行事了 私自进行募捐集资 你已经违法啦 要不 要不我发誓 您就发发慈悲 放了我吧 算了算了 哭哭啼啼的 别人还以为我城管欺负人呢 为了保险起见 这些钱我带你送到红十字会去 红十字会 怎么不放心 那就算了 还是跟我到队里走一趟 不不不 您办事我放心 您说咋办就咋办 这就对了嘛 下次别再犯错了 这钱我就拿走了 收了钱当然少不了收据了 城管先生英明啊 走喽 白忙活了一天 没想到换了一张收据 飞飞 拿这些善款去看演唱会布光彩 我还是帮你去献爱心 这才是有意义的事 淘气 气死我了 谁说我是要拿这些钱去看演唱会的 淘气 你给我回来 哎呦 回来呀 别搅辩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为在去人民做了贡献 我飞飞 我飞飞也是有爱心的人啊 有你这句话 替你刨腿也值得啊 那也不用这么急急吧 凡事好商量 拿出一点点去看演唱会 已是未老也不为过呀 你快给我回来呀 回来 哎呦 飞飞这家伙向爱心居然还有目的呀 是啊 幸好我及时阻止了他 不然他又要犯错了 当然 我们的淘气 演技也有提高啊 好 猫大哥 你就别夸我了 我们还是赶紧揭晓上一期的有奖镜答题吧 OK 下面就让我公布正确的答案吧 鲸鱼靠耳内的天然雷达 发射和接收什么 来测定方位呢 正确答案是 2 超声波 猫大哥 一年四季我最不喜欢冬天了 我怕冷 要是只企鹅就好了 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企鹅不怕冷 但它怕暴风雪 不会吧 企鹅不是已经习惯那样的生活环境了吗 真的习惯吗 还是让蓝猫问问答来告诉我们答案吧 企鹅也怕暴风雪吗 在一片冰川荒凉孤寂的南极洲上 生存着一群不畏寒冷 唯一在南极大陆沿岸一带过冬 并且在冬季繁殖的族类 皇帝企鹅 皇帝企鹅的身高一般在一米以上 体重40到50千克 是南极最大的企鹅 也是世界企鹅之王 他们在南极大陆沿岸的茫茫冰崖上 成群结队 排列着整齐的队伍朝着同一个方向 活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南极洲是一个周年寒冷的地方 它每年三月便开始进入寒冬 并将持续九个月的时间 尽管皇帝企鹅是世界企鹅之王 但毕竟只是小小的企鹅 在面对强大的风暴时 就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了 风暴中夹杂着雪片和碎冰横扫一切 如果这些风暴达到每秒50到60米时 企鹅们就难以抵挡了 不是被风暴刮走 就是被风雪埋葬 即使筑起挡风的墙也无济于事 因此这些为了繁衍后代延续种族生存的皇帝企鹅 虽然不怕冷 但却非常害怕暴风雪 它们在严酷的暴风雪的侵袭下 举步艰难地迈着步伐 在广阔的冰面迷宫上生活 不管暴风雪再大 勇敢的皇帝企鹅们从不屈服 在恶劣的环境下傲然生存 哇 皇帝企鹅真棒 嗯 它们顽强的生存能力 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小朋友们 我该出题目考你了 知识有奖进答 企鹅生活在什么地方 一 南极洲 二 北极洲 三 大洋洲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播到蓝猫快乐热线 16899199 赶快抢答 赢取精美奖品吧 tortured 恭喜 广 Contact 订阅 广bak 广 广A